在每年的报税季前期 学校都会有一份T2202A学费的正式的数据 给到学生 一般来讲都是在学生账户 可以直接往上线来的 在加拿大您在大学读书期间所付的学费 是可以成为您将来工作以后 他的一个免税 一个学生付了1万块钱的学费 将来就有一万的免税 换而言之他就有一万的工资 是不需要下税的 在加拿大特别是安省 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政策 就是住房和人员是能够补贴的 但是餐前提是只补贴给低收入的人群 住房也是符合住房补贴的 住房层处最关键就是保留好房东给您的收据 什么样的收据这是合格的呢 您的名字房东签字 恩务来加拿大第一天开始 您就可以符合资格里面的消费税补贴的福利 这个也是针对低收入人群的 加拿大的税务局还是挺人计划的 我们可以通过税务调整 给税务局写信补财量的形式 可以把它所有的 漏的破的胜确的调整 雷区1 T2202A 这个是什么名堂呢 在每年的报税季前夕 学校呢都会有一份T2202A 学费的正式的一个数据给到学生 一般来讲呢 都是在学生的学生账户 可以直接网上下载到 那是给学生报税的 麦克呢其实呢在2015年的时候 第一次报税报2014年的税 他有申报过这个学费的 但是呢他发现报完以后 这个学费一分钱都没得退 他就认为这学费报了没有用 之后的几年间自然就没有报过的 这个呀一漏啊就可是损失惨重啦 为什么呢 在加拿大呢政府是有一个项目 一个program的项目的 他是这样的 如您在大学读书期间所付的学费 是可以成为您将来工作以后 他的一个免税 我们通俗一点讲吧 一个学生他付了1万块钱的学费 将来就1万的免税 换而言之他就1万的工资 是不需要纳税的 那一般留学生留学都是三年四年的 这个学费一般都是十几二十万总掉的 那你可以想和想而知 十几二十万的工资是不用纳税 那是节约了多少税钱啊 而且啊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是2017年的学费 T2202A他没有报 他能不能把171819全部积攒到2019年一次性报呢 答案是不可以的 因为呢加拿大报税呢是以年为基数的 2017年的税表 这个T2202A就必须回到2017年税表里面去报的 是不能够夸年度的 所以Michael这么多年没报 就没有了这个学费就白白可惜了 好了这时候可能有聪明的同学 他没留意到我刚刚说的 他不是2015年报了他2014年的学费吗 怎么这回没有学费 一点学费都没有了呢 嗯 Mac同学啊可是踩了第二个雷区 所以学费都没有了 雷区二税务局的来信 这又是什么回事呢 2015年呢在Mac同学报完税以后 他的下半年税务局来了一封信 信的要信的内容呢 是要求Mac同学提供2014年的T2202A的元件 但Mac同学啊看不懂耶 结果呢这信他也没搭理 也没有回就放到了一边去了 这可好了 税务局啊只给你30天的时间来补充文件 如果你没有补上 他就会认为您这个学费快递压根是不存在的 从而呢把他2014年的学费快递给移除掉了 好了这唯一报的一次的学费快递都这样子白白没有了 Mac同学现在可是没有学费 等到他2019年毕业了工作了 想用这个免税了都无重用气啊 好了Mac同学的雷区采完了吗 还没用呢 还记得我刚刚说 Mac同学他每一年都有9000块钱左右的送餐的自雇收入吗 那么王同学每年还是欠税的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雷区怎么采访呢 雷区三 自雇租金收入的合理避税办法 这是什么好办法 在加拿大呢是这样的 当你有自雇和租金收入的时候 这笔收入可以减去您的所有的成本开支 净利润 所以我只是把按净利润来纳税的 而不是王同学理解的9000块钱的自雇收入就100%去纳税的 好了这个王同学的自雇收入什么孩子也都没有做过 那我们现在来替他重新算一算 他打工呢 送餐自己车的耗损 邮费的这个加油的单子 还有他的你的手机电话费 网费 哪些保暖袋子的钱 这些巴拉巴拉巴拉全部加起来9000亿捷 好了 Michael的收入非常的少 根本就不需要纳税 这么多年来的报税的这个纳什哥哥9000块钱收入 他去纳的税都是白交的 都不是一些冤枉钱啊 他不需要交税的 然后呢 这里还有个题外话 有的学生呢也确实是自己报税的 也懂得这个要成本开支 但是殊不知这个怎么样的一个合理的一个成本开支的比例才对 毕竟手机电话费你也在用 生意也在使用 怎么样才合理呢 对吧 所以说这个雷区可是好多人都踩了 一个不小心 所以我就找上门来了 马上可以就更大了 好了 Mike同学还踩第四个雷区 还记得我刚刚说 Mike和他妈妈联名买了一套房子 每一年呢 Mike同学付了地税大概是6000块钱左右加币到 那么王同学理解的是 Mike同学理解的是 我住房子付地税不是是正常的吗 这个报税有什么关系啊 嗯 关系可大了 因为在加拿大呢 嗯 特别是安省 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政策 就是住房和能源是能够补贴的 但是他前提是只补贴给低收入的人群 Mike这么多年来都是学生拿来的收入对吧 收入也不高就那9000块钱 所以他是符合资格领这部和住房补贴的 那很简单 只要他报税的时候 申报过他有付这个6000块钱的地税金额 那么他当年应该每一年都有900块钱左右的补贴的 这900块钱也不少 对吧 所以除此之外呢 可能观众有的人呢是租房子住的 租房租房呢 也是符合这个租房补贴的 那么租房呢 租房子住呢 最关键就是保留好房东给您的收据 怎么样的收据才是合格的呢 五大信息 地址 金额 呃 住住的时间 您的名字 房东签字 只要只有五大信息 齐全 您的收入 这个房租收据 就是可以使用符合申请这个复利金的 好吧 那麦克的同学的雷区还踩完了没有啊 你挺多的啦 哦 还有第五个 他踩了一个叫落地税的雷区 这是什么东西呢 像刚刚同学可能有听到我讲了 麦克是2015年第一次报税的 那么很多同学都是说 他2014年刚来 哎 2015年报2014年不是很正确吗 对 是的 但是他还漏了一个 从加拿大呢 是您lending的 就到登陆来加拿大第一天开始 您呢 就可以符合资格领一个消费税补贴的一个福利 这个呢 也是针对低收入人群的 麦克呢 是不应该是不用在2015年 而是在2014年刚来的时候就可以递交这个申请的 那么这只要他递交了 他这边又好几百块钱的退税 当然了麦克同学显然是不知道有这个落地税的东西的 所以他压根也没有低过申请 那么故事听到这里了 大家是不是都替麦克同学心里捏一把汗 又是悬费又是百月交个冤枉的税 然后呢该拿回来的住房补贴他不拿 该拿落地税补贴他也没有拿 这些亏损都是几万几万在里面的 真替他心疼 对吧 但是呢 大家也不用替他太操心 因为呢 加拿大的税务局还是挺人性化的 像他这种情况呢 我们呢 可以通过税务调整 给税务局写信补材料的形式 可以把它所有的漏的错的 多报扫报的 我们全部可以把它正确的调整回来 从而把他那几万块钱损失呢 全部要回来的 只是呢 兜了这么大一个圈 麦克同学费钱又费力 才好不容易把这个应得的东西拿回来 而不像王同学 只要正常报税报对了 他根本就不费吹灰之力 钱就轻而易举到口袋了 是吧 听到这里呢 相信大家也明白了 这个加拿大的报税啊 跟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 对吧 对吧 感谢观看